- 雪崩市场面前,高冷的苹果坐不住了,文化商汤略干津津,一,美联行的推特新发布了一个报告,其中关于苹果公司的数据让很多人关注。 - 作为美联行在美国最大的客户,苹果2018年在美联行花了1.5亿码机票,而最近的订单表明,苹果从旧金山每日会有50个商务仓的订单费往上海。 - 报告显示,光2018年,苹果公司花在往来旧金山到上海的机票费用,超过3500万美金。 - 在最新财报引发市场正当反馈之后,苹果增加了在美联行的机票投入,市场团队已经开启空中飞人模式。 - 去美联行相关人士透露,苹果公司在全美各个机场都有订单,但是旧金山作为离苹果总部最近的国际机场,在这里发生的相关机票订单,会为证明是与苹果公司市场端行为最相关的费用支出。 - 而2017年苹果公司在同样的航线上投放的费用,仅为2018年的五分之三,相关数据显示,随着中国市场出现颓势,苹果公司的公关和营销力度在逐渐加大。 - 二,每年依据苹果公司的习惯,应该在1月底,会发出2018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市场营收情况。 - 在1月3日,库克发布了这投资者的一封信,他表示,苹果在2019年第一季度的营收,预计为840亿美元,和原先890亿美元至930亿美元的,与其区间相比有所下降。 - 库克认为,下调公司营收的主要原因是,if, one,在中国以及新兴市场的需求平软。 - 这其中,尤其是在中国市场2018年苹果公司表现不佳,是一个被普遍关注的要素。 - 在这封信中,库克表示大中华区的iPhone营收低于预期,这导致总营收未能达到预计目标,且营收同比出现下降。 - 而通过库克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,大多数营收缺口,以及超过100%的全球营收降幅,都发生在大中华区,覆盖了iPhone、Mac和iPad等产品。 - 库克在解释这一变化时表示,苹果没有预见到包括大中华区在内的市场恶化的严重程度,在这封信被披露之后,苹果股价在当日交易中下跌于7%, - 从这点能看出,苹果购买大量往来中美的机票,是在业绩压力的背景下发生到。 - 库克现在从所未有的关注中国市场,在他看来这可能会影响苹果在未来几年的发展,中国甚至是一个具有决定性因素的市场。 - 三,最新市场消息显示,从进入1月2周开始,苹果不论是在二级市场还是国内主流电商市场, - 已经在采用不同的策略降低价格。 - 根据之前华商军的报道,1月8日晚间有消息称华强北的渠道商,收到了美国方面的调价信息。 - 中国市场的iPhone Next,iPhone 8,iPhone 8 Please,iPhone Next,iPhone Next和iPhone Next Next等产品均开始降价,最高单。 - 品光渠道在这下降了450元。 - 对此,苹果官方的声明表示,苹果的手机不论是批发,还是零售都没有降价,也没有收到通知。 - 但到了1月11日上午,京东、天猫、苏宁预购等电商巨头上的苹果产品纷纷降价,有的甚至超过千元。 - 京东官方就此回应,这是接到苹果公司总部市场方面的要求,京东才进行降价的。 - 但不是一个完全的价格降低,而是这算成可预计的市场推广行为,媒体就此在当运采访苹果中国,相关人士表示,像京东这样的网络平台,其实在苹果体系中有自主定价权。 - 这透露出的信息表示,库克已经被取到所报价,苹果相关的销售从产品驱动行,转下了市场驱动行。 - 为了完成市场数据,库克不得不放低身段,倾听中国渠道商的意见,甚至破天皇寿与中国电商平台自主定价权,这在之前的苹果公司是难以想象的。 - 而在这种情况下,苹果公司的焦虑,已经怨然直上。 - 这也就难怪每日会有超过50个飞往上海商务仓的机翘订单。 - 也许,2019年的美联航,还会交出一个料理的中美航线数据,苹果公司在其中的贡献,肯定会运人注目。 - 然而,产品一旦被消费者放弃,再想捡回来真的很难。 - 毕竟,初来混总是要还的。 -END图片均来自网络欢迎关注《华山操略》,《时风雨》的人物,《独掏略》爽旗。 - 版全所有,禁止私自转载。 - 版全所有,禁止私自转载。 - 该也如何? - 版正手。